大家好囉 肥仔 前兩天用力消費鬼滅之刃 我發現我的觀看次數都飆起來了 嘶 要不然這樣吧 以後我們都不做生優了 專心批鬥鬼滅就好 批鬥鬼滅粉 批鬥鬼滅黑 所有能批鬥的都批鬥過一遍 反正不管我做什麼都贏不過批鬥鬼滅 肥仔 你要知道 你能有今天這個訂閱 不過就是讓你撿到了一兩個比較知名的角色 做了影片 有觀看次數 還真把自己當一回事啦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不搞批鬥也不當兇宅啦 今天要重回專業領域 繼續和大家介紹一下生優 上次井口玉香都還沒講完 還沉浸在說出對鬼滅的心聲的這個餘韻裡面 搞得我都忘記自己是誰了 是的 我們的井口玉香 井口小姐呢 像之前說過的知名的角色 會看到魔法競速目錄的英德可思 在專精於配音的同時 也是一位動畫歌手 很多動畫的OP、ED、插入歌、角色歌 井口小姐全部都有沾過一點 比方說這個超電池炮S 嗜血狂襲的ED 都是我們井口小姐演唱的 還有整個在地下城選球洩購系列 片頭曲都是井口小姐一個人一肩扛起 其他還有物語系列的片頭曲 白金迪斯可 也是井口小姐的代表作 白金迪斯可中毒性之強 凡是聽過的人 一定都中過他的幻術 眼睛閉起來都能在腦海裡聽到 這個比爸媽的聲音還熟悉的旋律 囂張小姐的名字都忍不住唱上兩句 為什麼這首歌這麼紅 除了節奏洗腦之外 重點中的大重點就是井口小姐的歌聲 特別可愛 樂曲本身有點和風的要素存在 搭配起來就產生了這種毀滅性的化學作用 也因為這首歌實在太紅了 在NikoNiko和小破戰都有數量可觀的惡搞影片 其中又以混入日本知名名謠及演歌歌手 吉吉山所唱的作品《我要去東京》 所改編而成的歌曲《白金迪斯可》也沒有 特別有名 《我要去東京》這首歌的節奏和《白金迪斯可》重步率特別高 歌詞也十分契合白金迪斯可的主題 聽起來渾然天成 彷彿這首歌才是原創 在《白金迪斯可》也沒有這首歌的影片底下可以看到很多留言 有人表示出去吃飯的時候偶然聽到店內的音響 放的是原版的《白金迪斯可》 聽起來感覺就是少了什麼 還是要有吉吉山的搭配才對位 有人表示本來就有《白金迪斯可》中毒的症狀 聽了改編版之後 只要前奏一下 就會忍不住想到《金迪斯可》和《吉吉山》一同合唱的畫面 我懷疑你這個不是中毒 是一種替身攻擊啊 不只幻聽還有幻視 想必是精神操作系的替身 很可惜的是因為版權的攻擊關係 沒有辦法直接放給大家聽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聽聽看 比較一下原版和改編的差異 看看我都聊的什麼跟什麼 還是繼續說《金迪斯可》吧 腦迴錄異於常人 說出口的問題發言多到能出一本書 上節目的時候也很會做效果 現場活動的臨場反應也很快 只要有井口小姐的地方就有歡樂 稱作為大型動畫歌演唱會 《李莎尼》的嘉賓來到台灣 那一次還是全場最後壓軸 活動最後一天的最後一位表演者 那一次我要去看《李莎尼》也是為了井口小姐 看到她終於出場 我整個人激動的久久不能言語 透透視網膜傳出的瞬間資訊量有點大 大腦反應有點延遲 我還記得那天唱了很多都是地下城的歌 現場唱功還真的沒話說 又會帶動台下氣氛 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是一段快樂的時工 但是最開心的莫過於最後 可能是整場演唱會的時間沒有控制好 有點壓縮到井口小姐的個人時間 為了讓活動不超時 井口小姐用最快的速度羨慕 如果只是這樣 就太讓井口小姐的粉絲失望了 為了她來看演唱會 結果出場的時間被壓縮 連和觀眾互動的機會都沒了 欸怎麼這樣 我是來看井口浴箱的欸 好失望喔 似乎是為了想要彌補觀眾 井口小姐最後透過麥克風送了一個飛聞給大家 我還記得清那一下有多大聲 我跟你講 光是清那一下 那場演唱會總共辦兩天 兩天的門票合計大概七千多塊吧 完全值回票價 社會粉絲的絕務又被重新加值 我決定了 我一輩子推井口浴箱 打滴打滴堂 看完要訂閱 接著看我其他影片 如果你不喜歡那也無所謂 你就回頭去吃大片